关系精灵是神一样的存在 连邪名手都认可这个说法 米瑞斯作为官知识指定的继承人 其实力自然有目共睹 本期来判定一下米瑞斯交战过的高手 第一位胜利喜王者普尼 当时小米进化后加米瑞尔 他神速地躲过普尼的胜利魔闪关 然后在其他人的协助下 趁机战幻光锤出来 一锤把普尼打倒在底 他的实力是出乎普尼意料之外的 第二位王者之间鲁伊斯 他的月牙之刃速度极快 但遇上米瑞斯这样的对手 就没有明显优势了 在米瑞斯的速度和力量双重猛攻下 他只能不断发育 最后使出的月牙之刃 也被他的强官轻松击破 输给这样的对手 他自然负气 第三位邪名手 在见到米瑞斯时 他还心从怀疑 直到领略他的速度和力量 才相信关系精灵真的不是传说 斯塔尔看到他的英勇受到鼓舞 和他联手击把邪名手 他打心底佩服这个朋友 只可惜没人出小米就是米瑞斯 喂 你在哪里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第四位邪恶四灵之手 尤尼卡 米瑞斯要赶在退化之前打倒他 所以完全不计后果 使出全力对战 尤尼卡打着打着 觉得自己遇上了疯子 你是不是个疯子 因为了米瑞斯的强势进攻 他以不跟疯子纠缠为理由 释放烟雾弹 迅速逃离现场 第五位吞了无极能源的科梅娜 无极能源将他的黑暗属性 无限反打 但刚巧米瑞斯的光属性攻击 对他有效 再加上邪恶四灵中的三位 一起来帮忙 科梅娜承受不住无极能源的力量 最终被米瑞斯的关系缠绕 逼得吐出无极能源 第六位上古恶魔杀星 由于杀星有幻影宝石加强能力 米瑞斯很快被他打回原型 后来他再次进化 虽然对他一阵猛攻 但杀星实力太强 他和蒙塔一起联手也没有胜算 最终还是被打回原型了 第七位神语四天王之手 赫尔摩斯 米瑞斯直接击破他用幻象 制造出来的魔化星云龙 最后比了个手势 赫尔摩斯让他陷入自己的梦境 终于知道他来自观之心 然而米瑞斯并没有在幻境中被他打败 反而激发关系一组最强的技能 诺亚的光辉反败为胜 这场光与幻的对决 以赫尔摩斯失败高中 第八位暗黑魔君索伦森 米瑞斯当然知道短时间是没法打败他的 所以想救走伙伴们 索伦森穷追不舍 他只好使出玄光技能 临走前顺便抢走了乾坤神界 索伦森快被欺诈了 第九位邪灵组织首领威斯克 他偷走了空岛的权杖变得更强 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 如果米瑞斯稳扎稳打 能有七成把握将他打败 尽管米瑞斯的进化事物组终被他发现 但最后还是被他抢走权杖了 第十位盘罗 作为水仙座的守护者 他肯定有势力 一上来就教育米瑞斯不能打得太着急 结果被一道强关射得失去一胎 第十一位格拉奥 米瑞斯干净化就给他来一拳 格拉奥赶紧看起法护盾 他自信一定不会被打破 然而笑容在他脸上逐渐消失 法护盾被打破 他又被打了一拳 米瑞斯没有停手的意思 一阵强势进攻后 在他脸上狠狠踢了一脚 若不是退化为原型 格拉奥才没有嚣张的机会